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睇 东夫 致敬 东网日前报道 艺人心美去日本旅游 本来经中介买好大阪酒店 怎知他突然上载影片 说突然收到email 订酒店的网站 说他听那间房子没了 这件事我也有留意 他在日本街头拍片 说述自己已经尝试预计其他酒店 但怎样都帮不了房子 就连网巴都敷了 跟老婆拖着个行李周围找地方落脚 但始终都是卖不了粥 之后见他打的 说原来撞定日本年幼 他说看怕连脱鱼都没有 担心要跟老婆七街均 这次事件都引起了不少网民讨论 有人就说 大阪是热门旅游城市 大把酒店了 是不是有人不毫不住 到得临时临急要找房子 选择范围就当然不放多了 对了 我也觉得奇怪 虽然说港人有空无事就共去日本 但最不需要带回所有酒店吧 于是我们就想 早前虽然有某位日本女子爆出 明年七月日本灭亡 所以找时间 下海拍摄爱情动作片的出位言论 但怕这不会真是世界各地爆多人 要说在限期前涌去日本吧 一年365天都多人游日就这样了 今次事件的看点反而是不少人出负旅行 都是透过订酒店网站订房 事实上网上都有很多人反映过 经订酒店网站订房 买过惹 对了 究竟作为消费者有什么可以做 可以减低自己 成为某高官口中所说 那些人现在吊吊吊在街上多少分子呢 东夫请教了专家盘点了一些提示给大家 事不宜迟 东夫 即认 艺人森美早前到日本大阪旅行 但是入住酒店当日下午5点钟 突然收到预订酒店的中介网站通知 酒店已经没了房 斗斗转转 终于在朋友的帮忙下 找到酒店房被过分家一劫 森美事后发现原来不少人都有类似经历 这次是中介的网站订的 那间都博有声明的了 都算叫大的网站了 都帮过很多 光顺过几次了 也都是之前一个礼拜前 已经确认了过了数 有了确认线和确认线 就是齐了了 他就说他不能够控制的原因 就没有了房子了 对于我来说 我就希望他赔偿了 出了这件事之后 很多朋友都网民了 告诉我 他们都有相同的情况 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旅行都有 澳洲 欧洲 加拿大 原来个个都试过的 有些就惊奇到 是酒店都已经收拾了 他们都找到地方 照去鬼酒店 所以响起一个警号 我这次可以提醒大家 下次订阅的时候 不要那么努定 因为我都光顺过这间中介 好几次了 没有问题就越来越淡定 当你越醉淡定的时候 一家几口扶老朋友 又小朋友 又老人家的时候 那就容易出事了 深美还提到 他们当日去到预订的酒店 拗了两个钟 依然于事无补 还跟深美说 没有见到他的预约 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遇到的时候又可以怎么解决 我们找来旅游达人 何明珊和我们讲解 为什么会出现今次深美的情况 这个不是很常见的 不过深美大国选了一个 最多人的时候 因为日本今晚是假期的时候 去了一个最受欢迎的国家 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 三个人一起合同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较少要留意到的 就是他车烟的时间是很晚的 差不多10点都才去到车烟 所以所有因素合同 出现了这样不幸的情况 今次很明显出现了overbooking 他在网上设计了一间酒店 去到现场 即假日的时候 晚上10点才车烟 我讲讲OTA和酒店的关系 有些OTA他们是有个Channel Manager 可以去到我们的Inventory 看到我们的货剩剩下多少 即我们有多少间房间 不过有部份的OTA去不到 他们是靠人手入的 那我就会出事了 如果是我们设计的房间 我们昨天去到八十几百%了 今天我就设计了十间房间 我已经爆了 那个OTA他去不到我们Inventory的时候 他就拿不到我们的房间 即时资料 他都会照给客人的 客人来到的时候发觉 我已经没有了房间了 因为新美今次的车烟是10点钟 晚上10点钟我们叫Late Train 通常我们有机会不留房间给他 因为我们是很高occupancy的时候 正常车烟时间是三点钟 到了四点五点到十点钟 客人都不来 我们最可能设计客是Low Show的 看来用网上平台预约酒店 并不是百分百保证成功 何明新提到 如果想避免同类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可以在网上平台预约酒店的时候 到心仪酒店的官网 看看还有没有房 预约了之后 电邮到酒店 和说清楚自己经什么平台预约酒店 如果要好东西才扮你入住手足 就要提前跟酒店说 但万一心仪酒店没了房 都有方法 日本韩国他们有分房间的 货园那里 譬如有100房 70房我们给Overseas 有30%我是给本地客人 我就给本地的agency 本地的booking的platform 譬如日本就给Jalan 乐天那些网站那里book的 所以如果你是 譬如是Agoda Booking Expedia 订不到房子 你都试一试去Jalan 乐天那里订 其实在日本除了酒店 还有什么地方都是过夜呢 有很多地方 日本真是这么大的地方 你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 学生最喜欢的 要么就是网巴 网巴也是很安全的 网巴那张椅是可以挨后的 基本上可以睡觉的 然后再横一点在个室 值得你自己一个人 可以看漫画可以喝东西 在里面有饮品给你的 多几个朋友的话 就去KTV 去K房那里 K房你唱了一晚 唱了一晚 你不想唱就在这里睡 如果你是丹丁的话 都可以去CAPSEL 太空仓 日本的太空仓 就分开男性和女性 它就没有混合 而且 你不可以喝醉 因为 如果你喝醉的时候 可能不让你进去 它怕你在里面嘔 弄髒了它的地方 坊间不是经常说 日元止水低 相比之下 来港旅游 又或者流港消费 吸引力不是低了吗? 我又觉得两体 好像网上流传这张照片 某餐厅贴出告示 只若有客人在排队 用餐时间为30分钟 但吊诡的是 英文告示限时缺是40分钟 网民问 是否识英文就可以吃久一点? 嘩 你看 试问还有谁敢说 香港食店没出招 吸引旅客访港 港府振兴市道无方 不经常叫业界 识变、懂变、求变 坊间可能真是gap到都不顶 有网友在网上铺上 有茶餐厅叫餐跟多士 中文写着加凉蚊 英文就写加一蚊 想说吃豪一点吗? 中文 向苏丹麦多士写着加5元 但说英格勺 吃啤用4元就够了 欧美旅客快点来香港玩 在香港吃东西 金钱和时间都有优惠 全力拼经济敢说 敢识日文、韩文、泰文的朋友怎算好? 去便利店买点饮 去公园chill好嘛 但都要隔爱留神 网上流传这张照片 有便利店动饮柜 平日售价十元八块的饮品 竟然标价698元 看完产品名 原来搞错了一枝饮品是干乳 那都搞得错 凡在香港生活得惯的 导致那个位置 怎可能放干乳? 知道但是 有没有人心路不熟的 会觉得好疑惑 当然啦 估下拿一枝东西去给收银 断机 立即水落石出 但若然有人 有多少钱? 不饭吃就过了 那怎样? 为什么网上有在港生活的日本人 觉得香港人好饿 搞到日本人吃个饭都想哭 香港人是不是普遍都很nice? 你觉得呢? 今集东夫即应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申诉 记得致电我们的爆料热线 3600 3600 让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 东夫即应 拜拜 拜拜